這套《因為愛所以革命》 我是找不到任何可以找的瑕疵和批評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是編劇出身 紀錄片其實都有劇本 但是我這套《因為愛所以革命》 我是完全投入了裡面電影的內容 而我是很驚訝 是一位素人的導演 和很多素人的後期製作去進行 我覺得它的完成度 是遠超過所謂industry裡面 所達至的完成度 所以是我見過這麼多的抗爭電影 或者紀錄片裡面 我認為是最好的一部 這套電影裡面 導演曾經的分享都講過 是因為他是特別想找一些素人去訪問 和去呈現整個運動裡面 很多都是直直無名的香港人付出 所以我最感動的部分 就是見到那個尼泊爾籍的女生 她去講述自己在香港遭受到的歧視 和身分認同的問題 而通過這個運動裡面 她可以找到自己的身分 香港人 而我自己雖然出生在香港 其實亦都通過了這幾年 其實我更加肯定自己香港人的身分 所以通過這個女生的故事 我更加感受到 我們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感受 所以我是最感動的這部份 這套電影其實是任何對香港關注 特別是非所謂華籍的觀眾 我希望他們能夠去觀看 因為我見到導演其實是很有國際的視野 它裏面有不同國籍的人士的訪問 亦都通過一些我叫做電影的語言 可以給一些不熟廣東話 或者不熟悉香港的觀眾 都能夠了解這場運動的始末 和裏面一些感人的部分 所以我是推薦 不要只是香港人看 其實除了香港人之外 所有我們叫華裔的人 應該一定要看 而更加希望推介給所有非華語 非廣東話 外國的觀眾去觀賞 這個是我最熱切的希望